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目的地到达了全台湾最后最厉害的态势来了 最后是什么东西最后 我告诉你 进去你就知道了 走吧 我告诉你 这一间可是网友激推 CP值超高 而且重点 免收服务卖泰式餐厅 我觉得这样很可怕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是全新的 不 是全台湾最后最后的月亮虾饼 是 台湾 但是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 你连尺都什么时候给我准备尺 我的天 几公分 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四公分 四公分全都最后的月亮虾饼 好不好 现在我们直接来吃第一道 我们的月亮虾饼好不好 全台最后 全台最后 来不要说对你不好 帮你夾 谢谢你 那你要沾这样自己沾 我想先吃原味 那我的嘴巴都很打不开 所以要直接打开吃 超好吃 这个里面是有虾 还有花枝 你有感觉到了吗 对 而且它 还有一点鱼浆 然后它皮啊 薄得超脆 因为有些它那个老皮味很厚 它很薄耶 它可以叫做 皮薄料多 滋味好 嘴巴不够大 还不能进来吃 我想要大口大口吃 我来蘸它的 它这个浆 因为我觉得虾饼最重要 就是它这个浆 精华 好吃 我跟你讲 这真的会一口接着一口 这真的不是能演出来的那种 跟你讲 这不是最浮夸的 这一道 凉拌海鲜 满满的海鲜在你的面前 我已经看到了 它东西也 它的料真的已经夸张到 比太多了 很猛 跟你讲这道真的玩得 夏天吃它感觉超棒 海鲜不知道怎么下手 真的太多料了 这个凉拌的太多料 而且又多可怕 这CP值又高 满满的 这个香菜 虾子 好不好 花枝 还有我们的蛤蜊 来 我吃蛤蜊给大家看一下 肥厚包满的蛤蜊 就是上面还满满的洋葱 好不好 那蛤蜊也太嫩了 太抬牙了吧 它这个不会很辣也不会很酸 很恰到好处的杠口 因为我怕辣 然后像有些泰式的那种凉拌 拉到我真的一天吃都死不下 太超好吃的 很棒 好下半的 重要的是一般的那种泰式 不是都 你知道喔 都会派比较多 然后那个海鲜都在那边一支支的 对啊 骗我们没看过 是不是 今天吃过这个 以后我告诉你 你就看别人家 你都是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一间就是让你非常的 哇赛 哇赛 CP值超高 如果你这一盘在别的态势吃的话 你知道这个 你的口袋可能一出去就没了 这感觉就很贵啊 你说CP值最高 我现在最想吃的那一道 因为我好爱吃螃蟹喔 可是我有个问题 你知道怎么铺螃蟹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铺 我这个完全 我不会下手耶 是敲满 没有关系 你不用担心 这一点你把你敲好敲满一定好了 来 真的假的 可以拿起来一个 太贴心了 那我跟你讲 这咖喱我一定要就是来沾个饭 好香 你挖起来我就闻到咖喱味了 我真的是很好奇 你拿起来 我真的超爱吃螃蟹 来 它真的已经 都弄好了啦 你看 天哪 它已经敲好了 而且重点是 满满的咖喱酱 满满 很大 通常这种咖喱酱就是要配饭 白饭就应该要配酱吃好不好 好 我已经闻到咖喱香了 很香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跟你讲 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这个白饭老板给我无碗 谢谢 谢谢老板 那很夸张耶 不是真的不夸张 你拿自己吃一块 你看我的 我要看看我的蟹饺 我把它先剥开 你先吃吃看 后来吃你的螃蟹 一剥就有 一剥就开了 跟你们说 已经慢慢敲好敲满 连女生好不好 没有力气的也OK 很好吃 我天哪 你看这肉质超多 比我优先吃螃蟹 对不起 好吃吗 好吃吗 肉质鲜美 而且它每一口都好饱满耶 它没有那种干干冰冰的感觉 我跟你讲 所有人不舒服 而且跟你讲 它咖喱味 咖喱味跟蟹肉完美融合 我没有吃过咖喱螃蟹 可以这么融合耶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咖喱这样很猛耶 这个螃蟹真的超鲜的 我跟你说 它咖喱里面 拌炒蛋对不对 这个CT只可以吃到这样子耶 它这个咖喱居然有蛋 所以它的蛋里面 又有那种豐富的那种口感 卡滋卡滋的 然后又加上蟹肉鲜甜 整个在里面 它把蛋完蛋把整个精华完美 而且我跟你们说 它一个很大的重点 它不会太过于咸 对 有时候人家这种东西 它就会过咸 然后让你吃完就觉得好腻喔 但是完全不会 感觉上这种口味很渴 因为有微微的蒜头的辣 但是又不会辣 天啊 好好吃喔 很压到好吃耶 我不会 我要把它厨吃完 跟你讲 它这个很厉害 我要先来吃咯 天啊 这个虾饼真的厚到不像话耶 这个厚度就有四公分这么厚 真不愧是西门最厚的 这个称号 除了最厚虾饼 凉拌海鲜 跟咖喱螃蟹 用料也超实在 是不是好吃到不行 这家庭的CP值真的太高了啦 但其实 我也有西门最浮夸的排队美食喔 浮夸到 你听到你看到都会害怕的那种浮夸 那我就等着看咯 到底有多浮夸 我真的很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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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